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节目时间 我想这个星期《向左望》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 其实就是上星期的日本的地震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仙台附近地区的地震 不单只造成非常严重的人命伤亡 我想其实当中我们都会发现到一些 值得在这个节目里面讨论的现象 其实刚才《向左望》来到的时候 其实通常我们做这个节目有一个特色 你见到是没有稿的 即是不会照这份稿和《向左望》对谈去讨论 即是不像一些城市论残 有某些阵营的一些嘉宾 我见过有一次真的敢死 他有一张猫子在那里讨论 我不知为何这样的素质的人都可以做意愿 这一个题外话 其中一个可以留意的就是 其实人类自从工业化 甚至是高度商业化的一个发展以来 其实对于这个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近这半个世纪以来 人类开始用一些 譬如说透过一个科学的研发 出现了所谓的核电 当然核电或是作为一种物料 不要叫物料因为我不是读理科 有些字眼用错就请见谅 你会见到核木或甚至核电作为能源 其实出现到现在都有很大争议 又或者我们会说其实用核电作为能源 其实都发生过一些非常严重 甚至对到现在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些惨况 无论我认识到96年 赤以诺贝尔在修联核电厂的核爆 不单之造成 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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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核爆 不单之造成修联境内 甚至对于东欧的人民 食物各方面的损害 甚至大家都记得80年代 就是大亚湾核电厂的兴建 也造成了当时香港社会一连串 不单之讨论 甚至其实也有一些社会运动 是关注到就是说 究竟应不应该在一个人烟囚密 在一个这么大城市的地方兴建核电 大家都留意到这几天 这个日本东北面地震之后 也都出现了这个核电厂 因为地震的損华 而造成到一连串爆炸 而这些爆炸造成的辐射 或者等等相关的问题 就是成为了我们今天讨论的部分 那就是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 第一个印象会想 就是说 就是核电对于解决一个 就是需要大量能源 无论是发电 或者日常生活来说 当然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方面 和很廉价的一个能源 但是第一件事大家会想 就是说 核电厂的管理 或者核电厂管理背后 政府和核电工资本身的关系 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 是不是 其实当然 核电是核武 核武就是由于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为何要打 就是因为利益而来 所以整个故事就是因为 人类有某一部分的人 为了他的利益 就将一些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预估后果的事情做 其实战争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的事情 所谓世界大战 其实真的打的都是欧牙两周而已 已经打得这么大 终于打到很疲弊的时候 就要用这个原子弹来解决 其实这个问题就在于 当日用了这个原子弹去解决一个由于利润的增逐 而引起人类的大施杀之后 也有他的逻辑 因为任何一种技术 一种技术 一种科技 当他已经发展出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自动地 如果在一个寻求利润的机制下 他一定是会极大化的 将他变成了赚钱的手段 其实就是核电的发明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做 都是我们 没有必要去怪科学家 因为科学家就没有想这些东西 科学家就只想他 他发明的东西 但是到底政府 政客或者统治的集团 是怎样看这件事呢 就是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其实第一 我跟大家讲 核武还未消灭 所以其实如果一天不将核武消灭 其实核电厂是小事 当然现在很多人有种理论 就是说因为 too big to fall too big to fight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 震裂性的所谓 非常规性武器 所以大家都不会用 这是假设 是假设 其实这个定律的反面 就是说非常规性武器的互相震涉论 另一面就是 一失去平衡就互相亂订 因为你们报复 这个也是 为何美国佬要在太空那裏弄那些 Razor那些东西 就是一方面攻击人 另一方面就是 将用这个 长程导弹带去的那些 非常规性武器 打了它 在你那裏爆 这个其实大家 我们先不要计划 因为发展这些 用了多少人类的资源 资源 资源 这些资源 用在这裏 令到其他人发了弹 有些人就要付出 我们现在世界贫穷的问题 都未解决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些武器还存在 只不过就是几个 核子俱乐部 导弹俱乐部的人 就说如果你没有资格入会 你拥有这些东西 就犯法的 就像北朝鲜 北韩就是犯法的 或是伊朗 或是伊朗犯法 这个势力的平衡 如果失去了之后 大家可以想象到 这个核武对人类的威胁是几大 所以如果你说论核电 不论核武 其实就是不可想象的 从根源上 没有核武也不会有核电 因为你 有所谓的技术 你一定是拿来赚钱 就这么简单 我尝试将长毛 刚才所说的东西用几个 我当时教中学的时候 其实都提过几个东西 譬如说 很多时现在的所谓先进科技 很多时是由军需工业 去到变道民用 无论互联网 由核武变核电 这一样东西 但第二样东西 其实很多时说到特别 有一个经典例子 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我经常都说 其实大家做核武 不是用的 做核武的目的就是说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大家形成一个均等的对峙局面 而透过有核武作为它 维持对峙局面的一个本词 就是说我没有核武 我跟你谈判 或者你打我的时候 我没有一个实力去还击 或者没有实力去终止一些冲突 所以很特别说到美国 去到解释自己竟有核武的时候 很多次我们说到冷战时代 就是因为 我们要防备苏联的威胁 苏联的扩张 如果我们没有核武的话 根本我们没有能力 跟苏联去摊牌 这是第二个 就是很多次解读 这个国际现象的时候 其中一个看法 还有我想有一样东西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那个部分 很多时候都是国际关系的层次 当然如果我们看回日本的情况 这个很多次就是说 究竟核武民用之后 又核武恒生出来很多背后一些利益 监管 甚至是灾难处理 这个反而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香港居住的人 经常忽略的地方 大致上可以这样说 核武转做核电之后 核电变了一门生意 当然它由于反核的运动 是否受到一定的抑制 现在就有两个国家 就是认为用核电来发片的 是大国来的 就是中国和俄国 俄国 普京已经说了 就是说不要管那么多 我们继续有核电的计划 是不会改的 而我们的祖国也是大量起的 就是它觉得有能源短缺的问题 亦都要解决一个就是 如何更加用廉价的能源问题 理论上 听上去 好像都对 它很合理 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温室效应 那你又不用煤 不用煤 我不用这些用什么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人类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先不要讲其他因素 就是说 可不可以发展其他的能源 或者是省一些能源 这个是要全球去做的 但是很不幸 WTO就做生意顶怪怪 搞到大家都跌了街 因为WTO之后 我们的经济已经是更加结构性 亦都是更加全球化 亦都是贫富完全越来越厉害 但是 这个国际减排 就真的没用 京都协议是多余的 没有人做的 只是入 这个美国在那里说 我是制造污染的国家 但是我不会遵守这些东西 京都协议 这个充分体现了 就是说 当一个国家机器 一个国家的机器 是由财存去控制底下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全球性的问题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件事 就是 好像伊朗 中国 俄国 这些国家 它我不理你了 死就死就招勇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你说人类能不能够坐在这儿 就是 比较有长远的观点去看一个所谓可持续发展 去发展新的能源 或者港泛的能源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关键的问题 这个关键的问题是不可能 是由一个制度 是由少数人的利益 或者利润 是凌价多数人的利益 或者利润 是可以去解决的了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其实 另外一个问题 我要讲的就是 当然你说 震懾理论 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 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我不说 銀币的另一面 就是说 当这个震懾理论 如果不合适的时候就很恐怖 我算是一定是道理 但是 战争是否停止过呢 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 几个大国不会正面冲突 而局部的战争 是未停过 由冷战未完 即是说 苏东坡未发生之前 一样是在打 苏东坡之后都在打 不过主角是美国 是不停地打 即他不停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打 即是说 用一个非常规性武器 去制止常规性武器的蓝容 或者是用这个非常规战争的危机 去抑制常规战争的发生 基本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 所以这个理论应该一种 扔下垃圾桶 因为不停在打 即是局部打 所以现在我们回回头 就是去审视这件事 当我们要大量建核电厂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办法是可以去避免 我们估计不到的天然的力量天灾 去令到我们做出来的人外发出来 海啸固然是令我们感觉到人类非常渺少 因为我们生存的 在我们生存的空间底下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强行的 所以这个天灾我们应付不到 是事实 但天灾而造成的人 是很严重的 因为海啸虽然很厉害 他有回复的一天 但如果你说今次爆了个反应堆 即是有时间搞的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有一个反省 就是我们不要跟自然界亂去斗 这个次其一 第二就是我们不能够 在不能够避免天然的灼害的时候 还要加插一些人物的因素来 刚刚才说过就是说 人类其实很希望透过征服大自然 改善人类的生活 但是实际上 如果我们回忆到一些传统智慧里面 究竟大自然或者是自然环境 和人类的关系是否一种 就是人类要体现自己的一越感 于是就不断去用科技 用人力 甚至用大量金钱去到改变 或者改造整个自然 能够为人类服务 但是有没有想过道头来这一种做法 不单止最终得不到任何益处 甚至其实最终是害了自己 这个一定是跟工业社会的来临 和由它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去说 因为你在自然经济 或者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时候 即使是想去abuse 那个自然都不行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生产力 和我们的市场是无需不停地扩大 现在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我们假设了 我们的市场是不停可以扩大 而资本主义里面 第一个生活的人 其实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所以他们有一种消费的心态 就是说 我既然间是要令我生活更加美好的时候 为何不消费多些东西 对资源的滥用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说 当有一些人说 为了大自然而牺牲大自然的一部分 也是不正确的 即是说 你不能够将大自然 是离开了人 你明白吗 人本身现在已经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跟其他的species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发展了一种 一种叫智慧出来 即是我们懂得思考 就变了我们的自然 即是跟自然的混沌状态之下的 这个涉合是中断了 你想想人类真是很奇怪的动物 因为动物通常都是因为求喘才杀你 我没有东西吃就咬你 但人类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因为它要避免死 你剝削你 你打你去杀你 是因为它贪婪 所以固然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文明其实是一个不停转化的过程 我们看到这件事是不好 但反过来 我有时觉得那些环保分子 也经常说不过去 因为你不可能将几十亿的人 当不是自然的一部分 当然它现在已经不是自然的一部分 因为初初那个混沌的结合已经完结了 所以其实我们有没有个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之 其实我有时觉得看也不过眼 就是我见到很多那些环保分子过得新光颈领 坐飞机有些是头等的 坐飞机有些是头等的 你不知道 你经常那句说好像含沙石 就是说太昌民主的人 其实那人可能是很独裁一样 不是这个也不是我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类社会 或者我觉得是 我们有人类思维里面总结了一个规律 就是说一个人是会 就是一个不同的对立里面是会转化 变了新的东西出来 现在 当我们已经投降了给资本署之后 因为社会署的运动已经失败了 暂时失败了 现在已经给了牆去玩了 现在都是这样玩 很大事 即是说以前都可以赖 家务灵日 这人在作犯 搞到家里搞不定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大陆都已经是资本主义 都越搞越和 所以如果你说说 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依赖核的动力 去令到自己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去竞争 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矛盾 你可以说它是人类受了矛盾 亦都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矛盾 很简单地说 香港 李嘉诚的钱多到都代不完 全是11 全是11 穿不下物 但你还要去问窮人拿钱 你没有办法不是说是贪婪 我不是说每一个资本家都是坏人 可能他未必是坏人 但在机制裏面 如果你不是浪费的 你便会升旗 那你有什么选择呢 你明白吗 因为他自己代表成过的财权利益 或者阶级利益 是不让他这样做的 一定要赚多钱 怎样都撑起整个制度和整个游戏 对 对 刚才长毛说了一件事都挺有趣 就是说 有一些说法就是说 咦 会不会我们透过牺牲部分自然 来到换取更好的自然环境 对 就刚想起一个 挺有趣 可能有些人独地 你都会知道 就是说 譬如为了增加粮食供应 那可能有些做法就是说 将一些越大越南 将一些木去砍伐 那很多人都以为觉得就是说 砍树而已 砍了很多公庆树 就算没问题 我们多了这些地 就可以改善增加粮食供应 或者甚至是令到 粮食问题可以得以舒缓 那当然 其实我们看粮食问题本身 是不是粮食生产不足 而导致到粮食问题 那这一个另一个话题 但很明显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没有了一些越大越南 作为一种 就是对于这个天然环境的一个 就是自然的屏障 或者自然的平衡 到头来出现一些很极端的天气 可能就是说 我们以为欺牲部分的自然 而换取到对自然的持续发展 我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 我忘记了哪个南美洲的国家 阿加多尔 现在只是种籽 种籽籽来做什么呢 种籽籽就是要来应付温室效应 因为那些豆本身是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种物质提煉人造汽油 OK 有了人造汽油的时候 自然就不需要依赖地底石油 没有那种物质 但是由于这样 阿加多尔全国种籽 那些玉米价格上升 因为他自己本身种玉米 那就是连到中国都很麻烦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钱到 有些地区就拿些玉米来 就给一些畜生吃 就吃那些畜生而已 OK 那个人是怎样 因为全国种籽就产生了温室效应 因为全国变成了种籽 那些树林是否要弄掉 那就是一个互相 就因为有理由想了 不如我们要减少石油的原料 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重新 真的没有认真想过 大部份在先进国家的环保 有一部份的人 就是将环保代价由第三世界去负 是不是 或者是共同 这个说法 如果说环保或者核电的问题 其实你是很清楚地说 如果这个世界由少数人去统治 即使那些人不是蠢人 是聰明人 但他都会为了他的利益 令到你扑街 先不要说一个制度 可能会选择蠢人 或者暴虐的人 因为聰明人都一样 因为他那种 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暴力 即是有些人 最优雅的暴力 即是有些人上到那个位 怎样会变成另一个人呢 究竟是制度令到人变 还是那个人本身有问题 令到那些有问题的地方 在那个制度里面 引发出来 所以其实所谓的高科技 都变成了摇前书 例如现在 说核电厂 大家很兴趣 现在在全国起 有湖南起 有广东起多几个 就说一定没有事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事 如果有时代价那么大 最好不要起 第二就是高铁都说不起不行 原来高铁的车路部长贪污 现在全国大检查 到底他有份搞那些高铁 那些路轨有没有问题 要看一下 原来我们在2009年冬天爭的问题 现在解决了 原来就是根本可以不起 现在大陆都说大件事 但是那六八十八英点算 我常常记得六八这个字 所以其实那个问题是 我觉得 现在在这个 全球资本主义 开始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 越来越是少数人的利益 凌嫁于多数人的利益 刚刚才权本说过 所谓小数人的利益 凌嫁于多数人的利益 或者其实统治阶层 或者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已经凌嫁了全民利益的身上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 当然我们会说 如果在一些 譬如说 政治制度比较封闭 好像内地这些地方 当然可能 这就是一个趋势 令到他们那种 階级或者利益 的两越化越来越严重 但其实 就算你说 就是 杀人民主的国家 或者杀人资本主义的国家 其实也有相同的问题 杀人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 就有一个分别 就是 就是 窮人的抵抗是有效些 我自己说抵抗 就是 如果你说 真的要根本改变 造成我刚才说的和害的制度 还是距离很远 所以 有些人说 常不说 你左派 怎样会贊成 有什麽民主自由人员的概念 其实很简单 就是 譬如你去打架 你没理由 我就想着用把保剑去斩你 没理由见到把刀仔都不拿着 就不要了 因为我们要等把保剑 所以 其实 左派 对于资本 资产阶级的民主 自由人权的概念来说 基本上 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 其实 如果它是 凡是对 群众运动的 发动 以至到 抵抗 统治阶级对他们的 剥削是有效的 那当然用 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都不需要 它是千秋万世 我们要的就是 那个 用性 即是说 我要用这件事 我就不是说 你真是至高无上 所以我要用 你无必要 你用一样 你什麽是至高无上 即是吃橙你不会说 哎呀 你真是厉害 上帝做的这个橙 又有维他命C 又那麽远运你 我真是不吃都不行 你不吃橙就不行 当然 如果有个人跟你说 你吃橙就够了 现在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 那你先瘋了 我会拖市拖完之后 怎麽搞 你没有营养我会死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是学究才会 即是你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批判 当然要 但你说 由于资本主义的制度裏面 长久以来 已经争取到权利 都说不要呢 你狠居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一类理论家 即是 我没有照过 或者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 他只有0和100 就是一是全盘贊成 一是全盘否定 他不懂得说 其实在一个情景裏面 一些灰色的地带 即刚才长毛打过的比例 就是说 其实资本主义有一些部分 可能说到一些 可能是平等 博爱 自由的价值观 其实就算你说 左派的观点里面 其实去考虑或者甚至去正面 去理解这些部分 其实不是问题 也都不会损害左派 去到解读社会现象问题的一个 有效性的 可以这样说 如果那些左派 就大部分的左派 都觉得 这个资本署的所有制度 带来的国家机器 和社会里面的机制 是不能简单的再用 即是说 不能说 就这样照用 有一个新的突破 突破很简单 就是将资本主义 里面 人和物质的疏离 尽量减少 例如 举个例子 要决定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是怎样 这些地方做事的人决定 就算给钱的人 都有决定权也不重要 其实就是这样 你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其实最分别就是这样 由于这样的时候 你不能够不将财产关系改变 你改变长一关的时候 剥削 已经是不能够 好像以前那样 它一定要慢慢没有了 否则 如果你从 这个 为物质的角度出发 就是说 如果那个物质的 生产的方式 而形成的生活方式 和其他的社会机制 不改变的话 是不可能有真的民主 如果你从真 你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出发 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如果真的要实行真正的民主 你是不能够不改 那个旧的东西 所以你是从不同的点出发 是不是 这个就是问题 其实 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会有一个大混战 就是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 当 俄国推翻了沙俄 不要资本主义之后 还产生了一个更加大的恶魔出来 是不是斯泰林主义 或者是 我们说的 现在是市下人叫的 所谓共产主义 这一只魔鬼是大 就是更加大的魔鬼 就是 那个幽灵 都没有那么恐怖 其实我觉得今天 在全球资本主义化之下 真是 会有一个 我相信 是有更加深刻的反省 就是说 我们看到 在俄国革命之后 发展出来的 那个所谓社会主义的革命 而孕育了的 那个所谓新社会 其实是一个暴政来的 是比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 但是不代表 代表就是说 现在资本主义 就一定是永远得的 是不是 就是说 很简单 一个 一个 如果你可以通俗的例子 一只病菌 是 比另一只病菌 是 不代表那个病菌 就是我们要接受的 是吧 这个病菌 杀死了另一只病菌 这个病菌 可能对我们有副作用 是吧 其实资本主义的犯态 其实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只不过 很多人就在 其实现在所有的讨论 就是说 是呀 那个不好 那你是不是要这个先 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找一个更加坏 个资本主义的 来代替资本主义 那大家就入阶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左派理论家 面对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很难去讲到就是说 如果不要资本主义之后 那个新的机制是怎么运行的呢 这个亦都是 社会主义一出世 就是这个思潮和民族一出世 先天性的缺点 因为 你去争取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又 加级社会 被人推 就是那个阶级统治 推翻了之后 你自己是不是 在革命之前 你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一个 有产阶级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无产阶级 所以你是 你是不会好似 资产阶级 在这个封建社会 已经本身 本身 本身 已经是 运动过 原来那个阶级 即是那个贵族 或者那位封建主 所以 无人家革命 难着难着 他们根本在资本社会 是受到更加大的剝奪压迫 在那个文化素养上面 在资源分配上面 是无法废弃的 而它建立了新的制度 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 和封建主义制度 即使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它都是一个私有制的制度 它依赖的意识形态 它依赖的社会机制 它依赖的所有东西 都是得到合理的解释 而你说要一个无产家的社会 人家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为什么 后来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列宁说要有一个先锋党 因为它都觉得 其实在理论上解释不到 所以他就说 工人阶级在现在的 这个加入社会里面 是不会自动会有社会主义的思想 是要别人去 所以他判输给他 这样就创立了先锋党的概念 先锋党的概念 当然是 认真了的概念就是 这群先锋党 到底是否一世都要做先锋 如果他做不到先锋 就是踢他下台 他有没有资格 我以为我是先锋 我要为你的利益 我会继续做先锋 很多时候会说到 有一个先锋党 继续把革命理想家而实践 但问题就是 你用什么方法 你说创输而已 那美国灌输究竟是怎样 究竟灌输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既然间 这个在理论上 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或者很大的疑惑 如果 如果 无产阶级本身是先锋党 来灌输给他 和领导他的时候 那 这个先锋党本身 是否就是无产阶级的部分 如果不是的话 那是什么来的呢 如果他不是无产阶级的部分 或者跟无产阶级是有相关的 那这部分的人 他会不会突变做另一个特权阶层呢 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即是说 先锋党最终好像回到以前历史里面的一堆特权阶级 或者甚至其实只不过 他是依附了这个统治阶层 去做革命之治 所以他那个 paradox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他既就是要依赖 推翻资产阶级来取权 但是他又 没有办法创造了新的生产模式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依赖的是什么呢 就是 第一个意识形态上 他就觉得他是很特别的 其实跟宗教非常相似 他是大祭司 他是牧师 他是神父 所以他是牧民 至今无上的 甚至是 所以寡厄师主义 或者左派的思想 很奇怪 未当权之前 还是很活潑 因为他要批判社会 当权之后 就变成神语 神语就是 有特别知识的 就是大祭司才能解释 如果这个大祭司 不是解释神语的唯一来源的时候 他怎么可以做祭司 如果他不是做这个大祭司 去解释神语的话 他又怎样有权柄呢 如果没有权柄的时候 他又怎样享受私利呢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其实马克思主义 或者左派的思想 那种悲剧性 就是说 当他未掌权之前 还可以有空间去发展 还可以讲一下事实 如果一掌权之后 由于我刚才讲的道理 就变成了政教合一 即他变成宗教本身 不能够改 有任何新的发展 那些掌权的大祭司 就觉得不是吧 即是威胁我 这个就是在苏俄 即是俄国革命发生之后 在中国共产党一样 未当政之前 大把知识分子 一起在这儿说话 作派思想 社会讨论 一上一位 一上一位 全部收皮 巴金又不写小说 老舍又不写小说 接着有些写柴文章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其实刚才陈谷说了一件事 我尝试从一个 可能不是左派的角度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你上位前或上位后 为何判若两人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关键 就是说你上位前 你有一些很活泼的思想作为 给予人一种想法 给予人一种远景 譬如说共产主义的远景 的确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或者求变的人 希望透过革命 可能透过建立一个 无产阶级的社会 能够实践一个乌托邦 但是上位之后 第一 是不是说我上位 这些事全部实现到 不是 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说 作为执政党 因为已经是一个国家执政党 国家机器 它是很想人家 在很短时间里面接受 认同 甚至臣服这种思想 所以刚才 长帽打的譬如说 为何上位之后 他做了制司 司徒 但问题就是 就算你想不做都不行 因为制度里面 已经有很多受益者 如果你说 你是一个人说 他这样不做 不对 他便连一杀 你知不知道 那个问题 不是说个人的选择 而是个人的选择 会变成悲剧 因为为何呢 如果你继续说 这样不行 其实我们的目标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要有特权 那些人便杀了你 是 你明白吗 是 为何说 有很多革命领袖 那些悲剧就是他自己发动的革命 去杀死他自己 所谓的革命是先杀死自己的儿子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 当然我会认为 在现在来说 这种悲剧的出现 比之前难了很多 因为为何呢 现在人类的生产力是大了 不需要在革命之后 在一个很穷的地方里面 发生物资很短缺 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内战 内战又会引起外部的战争 那你在这个战事的时候 没有物质的时候 那很简单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 只有两个苹果 哪两个吃 当然要找别人仲裁 又要找祭司仲裁 祭司本身也是一个仲裁者 这个仲裁者的角色 由于他是祭司所以他做到 他是祭司之后 他有祭司的特权 祭司下的人也享受特权 结了一个所谓统治的集团 CAST CAST 即是好像人道的阶级 总性阶级 为何他这样说 就是因为他这些人 是跟资产交易不同 资产阶级是一个 资本资金社会里面 是有很明确的角色 我出资本 我是企业家 这些人没有 除了他说革命成功 有我份之外 到后来就没有了 尤其是越是迟来 譬如革命之后 20年的革命 是什么都不知道 说来说 跟祭司一样 念口网 念完口网之后 我是革命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 当然我们有机会 可以再说 所以就是为何 共产党的官僚 那个智力低下 没有能力 以至到 在历史上 没有一个出路 就是因为他寄生 那种生产的模式 或者那种生产的方式 是没有的 资本主义反而有 他是很明确的 你可以说他残酷 你可以愚蠢 资本主义为了利益 極大化 很残酷 但他也要 因为和人竞争 所以他有生命力 不过生命力 就好像海啸 一时之间可能令你 而那条统治就是这样 即不是海啸 即是一种 炸死产 不是一种大的动力 刚才长毛提过 就是如果用一些简单的描述 就是说 资本主义就是一场 真分别裂奪妙比赛 即是说你不跑 你落后的话 你就输一场比赛 但是我们看回 如果共产主义就是说 基本上我躲了终点 我就躺在那儿 他在那儿不动 然后十世不动 二世不动 所以其实资本主义 都不是单一 资本主义固然间 在这样的极大化 我们看到集中化 垄断化 但是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 或边缺的环境 就是共产党 跟拉丁美洲的独裁者 分别很小 为何呢 其实他们都是资本的边缺 他不是资本的中央 他都是要依赖等级制度 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所以有些人就说 为何拉丁美洲的独裁者 跟共产党这麽相似 而美国为何支持他呢 因为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 或者地主那些资本家 他从血缘上 是连着紐约的资本主义 而共产党就跟他不同 所以现在你解释到 为何现在共产党 是跟美国这麽朋友 因为他们已经变了 他们又有血缘主义 又有血缘关系 就是这样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说 就是为何在70年代 80年代 有些资本主义的国家 是会支持某些地区的民主法 例如南韩 或者有些新兴市场 或者台湾地区 有一个 那个原因就是 因为那时整个大型资本市场 需要一个新的市场 就是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不可能 没有资讯自由 不可能没有一定的自由 就不可以像五六十年代 我只买些木给你 我只买些豆给你 那时真是 最好就是找奴隶主管住 压低些豆的价钱 如果你要有个金融市场 养大了一班人 你要去 好像吸烈鬼那样吸它 你首先就要 令它有血才行 就是这样简单 也要令它吸才行 好了 因为负责人说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向左望 这一集好 向左望看这些社会现象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